霹雳以保冰茹河沿河地区将近40年 不曾爆发严重的大水灾 但是去年尾和今年初却两次遭遇闪电水灾的祸害 让沿河居民焦虑不安 苦等多时候水利灌溉局终于捎来好消息 决定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在冰茹河展开河道加宽工程 一劳永逸解决水患问题 希望今次拿到造会的滑河 应该会认为我们想到 因为河高了的时候 你们可以想到 如果水的坑渠快出 这里不会撞出来 委屁正英带来帮助很多 这当然多谢 很开心 听到狗活开始 终于开工了 终于 每次落大水 我怕的 一边我都没泡 不过我都不爽了 对 大家自白兰一切 行动党贵河区州议员崔慈恩 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流经白兰远 安邦新村和拉沙基市镇的兵茹河 最后一次清理河床 是在2019年 相信多年来河床变浅 加上垃圾堵塞 才会逢雨避灾 然而官员视察后认为 河床已经不能再挖深 因此霹雳水利灌溉局决定 下个星期一开始 到7月4号施工 加宽和清理冰茹河 避免突发水灾重演 同时 他也已经建议 批医保的市政厅 寻找一个合适地点 建立防洪池 协助维修和改善 住宅区附近的排水系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